哎,我也真是服气我自己 大前天又把我的小发摔碎了 当时着急跑就没管它 这都三天了 赶紧给它重新种起来 正好呢,最近大家私信我有很多关于发财术的问题 借着我的小发呢,再给大家说一说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个小发呢,我已经养了两年多了 这中间呢,摔过好多好多次 我都不好意思说 然后叶子呢,中间我也掰掉好几次 让它重新发,终于长成我喜欢的样子 那前几天呢,我还拍照在炫耀 看我这个发财术长的造型多好看 好,今天可又给摔了 正好最近大家私信我有很多关于发财术养父的问题 那借着我的小发呢,再给大家说一说 好,那关于发财术呢 最多的问题就是叶子变黄掉落 然后树干呢变皱或者烂掉 这里我跟大家说啊 我们养发财术呢 你不要管它叶子怎么样 主要是看这个树干 那你看它树干硬硬的 就证明它不缺水 就不用去管它 你感觉变皱的时候再去浇水就来得及 然后浇水呢,你就宁少不多 你吃不准就少浇水 不要没事就去折腾它 那这样呢,你的发财术才会养得非常好 切记切记啊,千万不要多浇水 别没事折腾它 来正好种这个 大家看我怎么种 先拿一个新的小黑瓶 那小黑瓶没有底孔 我依然还是用赤鱼土来种 现在底部呢,放大概一公分左右厚的赤鱼土 就相当于做个隔水的意思吧 然后再种这个发财树 你固定好你喜欢的位置角度 然后继续加土,种好就行了 土加完呢,就用手摁紧 然后浇水,少浇一点啊 你要是把不住就随便浇 浇完以后给它倒过来控一下就行了 我们要做到土吃 然后没有积水就行了 好,这个给它来一块小苔藓 那有人说了,那苔藓吸水啊 你发财术不能浇水怎么办呢 那就少浇 在这个土面上,苔藓周围浇一点点水 因为你的苔藓也很少,对吧 你看我在土面上用鹿藻土 那这个色差会更明显 那平时呢,就看它变色了在浇水 不变色就不管它 那右边感觉空,放一个小百件 这都职业病了 大家也可以参考我这样去种 这样我的小发就复活了